洛杉矶湖人正式无缘附加赛 这支超级战舰真就翻船了 时间回到赛季初 全联盟最潇洒的球队莫过于他们 历史三双王威少正式加盟 夺冠功臣魔兽强势回归 老当一壮的甜瓜和阿里扎也成为了落成一员 再加上老张和农眉 简直是一套妥妥的灭霸阵容 新闻发布会那才叫个热闹 作为压轴球队 各大媒体全部到场 佩林卡信誓旦旦的承诺 我们的目标只有争贯 三大巨星也各自畅谈展望 当天的线文标题 整齐划一 360组合横空出世 但就像爱情一样 相遇的一切都很美好 真正的过程却是一地鸡毛 农眉赛季没过半就因伤报销 雷露的替补席是谁都打不过 更别提威少 投篮砸到计时器 长传扔到观众席 37岁的老瞻苦苦支撑 也只能把球队维持在附加赛 眼看常规赛新疆结束 老瞻又遭遇脚踝伤病 他们一路调出附加赛 今天马刺战胜绝经 而胡人又输给太阳之后 紫金军团的21-22赛季 就这样结束了 几个月前的那些夺冠宣言 到现在简直成了笑话 当然 伤病才是让他们失败的主要因素 农眉和老瞻的受伤 是胡人本赛季的两个关键节点 一个让他们正式无缘前六 一个让他们赛季彻底结束 而那个执教无能战犯表现的卧盖 大概也没机会在紫金军团 继续任职下去了 事已至此倒不如把目光转个方向 下赛季 三巨头工资合计 一亿两千万 几乎锁死了胡人的薪资空间 更别提 为了组建这支超级球队 胡人已经透支了未来的选秀权 相比于老瞻 农眉和威少的命运 就没办法自己决定了 交易似乎是没法避免 也是必须进行的 祝福胡人吧 虽然结果令人唏嘘 但还是希望 他们能给自己创造东山再起的机会